好 它有經驗值獲得量增加6% 也有一個套用所有效果的 經驗值,道具,銀幣,移動出來獲 Hello大家好,我是雪糕仔 我想分享一下升等級的心得 我目前一幅是等級最高的 有幾個要點就是 寵物 關於寵物,最好就是用 鏟蠢,如果鏟蠢 任何鏟蠢都OK的 如果大家不是Fall太多的話 如果有些要求的話 就用鏟蠢,即是錦理上帝 是經驗魚來的 如果大家要求再更高的 就一定要使出成長的錦理上帝 那就是拿經驗最高的 當Level30的時候 經驗值獲得量是接近190% 大家可以看看我的俗性 那另外 其他東西就是要看裝備 裝備 屠殺手握 即是屠殺套裝 7套裝經驗獲得量就有22.5% 跟著加上這個八卦 華仲的八卦套 8套裝,經驗值獲得量是15% 另外一些小技巧就是 打這個修煉之地 如果使到雙經驗才用雙倍狀態 如果沒有使到雙經驗的話 雙倍狀態都不好用 直透 我是一直都沒有用雙倍狀態的 除非使到這個 在這個修煉之地使到雙經驗 否則我絕對不會用這個雙倍狀態 因為雙倍狀態 只是增加你的經驗獲得量 和白銀獲得量 但是跌補是不會增加的 換言之 在貢獲裡面 下面需要收集的貢獲道具 是不會增加的 所以用這個雙倍狀態 有很多地方是不著數的 另外一個就是 討伐任務 討伐任務是靠你殺的怪的數量 而去完成的 如果你用了雙倍狀態的話 平時你殺一千隻的怪 你雙倍狀態呢 就殺五百隻 五百隻你就用完活力了 那你相對做的討伐任務 就做少一半 所以討伐任務呢 它有經驗給你 有錢給你的 如果你用了雙倍狀態呢 那你討伐任務的獎勵就會更加低了 另外還有一樣的就是 現在伸出了一個地圖 水月平原的怨恨的廢墟 那它找這個陳雪玉 都是跟升級和經驗有關的 好 它有經驗值獲得量增加6% 也有一個套用所有效果的 就是經驗值、道具、銀幣、移動出道 都獲得 那 如果大家升級Level 真的比較要求想 比別人更多經驗的話 就要 來這個地方 如果在這個地方升級 就拿這個經驗值增加6% 因為相差很遠 如果你積小成果 那經驗值6%之餘 另外就是組隊 組隊 組隊方面 組隊呢 4個人經驗值增加也有8% 所以 如果大家每一個細節都做到的話 因為我平時升級 我拆貢獻 我通常會找些 隊伍是足夠4人的 經驗值增加8% 我才去拆貢獻 所以我最大限度獲得經驗值增加 以上就是我升級Level的總結 希望以上的資料可以幫到大家 好,影片暫時到這裡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可以給個讚和分享 還沒訂閱的朋友幫我分手訂個月 因為我非常需要大家訂閱的支持 記得打開個鈴鐺 希望有影片和直播就會通知大家 那 到最後再多謝多一次大家 好,多謝了,拜拜 1 3 5 5 5 6 8 7 X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